基隆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跟连江县长王忠明 互赠基隆的美食伴手礼跟马祖的文创品伴手礼 连江县长王忠明亲自带领市政团队来到基隆进行参访交流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率领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跟所有的一级主管以最高规格欢迎接待 透过经验分享进行市政交流 也期许未来双方能有更多面向的合作 引进各式各样的产业是我们基隆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另外把我们环境打造成干净舒适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也在比如说车子要抵让行人这一块 虽然交通部很积极在推动 但其实这个是我们还早于交通部一步就在推动这个事情 这几年的基隆变化很大 变化在哪里呢 基隆正在转型 正在锐变 我们大家注意观察 基隆慢慢已经走向轻旅行旅游的这条路上 轻旅行的这条路上 那基隆市政的建设 也从城市的规划到经济的建设到社区的建设 也让别人耳目一新 尤其我们现在去海洋公园 甚至海洋公园里面著名的一雕刻艺术也把它放在里面 刚刚市长所谈的 再把四楼再把它的整洁把它做好 我相信基隆会有不一样的明天 因为基隆未来跟北北极会连成一线 连成一线以后 它的资源就非常丰富 就形成一日生活圈的一个观感 所以基隆不是只看基隆 应该要把北北极看大 马祖不是看马祖 马祖要跟基隆拉在一起变成一日的生活圈 因为我们现在新台马人也是以基隆文武感 或人也是以基隆文武感 所以这一个生活圈跟我们联合在一起 所以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着今天跟明天的时间 能够我们的团队跟基隆的团队 我们互换经验 互相交流 希望彼此有所挣扎 那今天非常开心 连江县能够来基隆交流 那过去以来我们在垃圾跟环保方面的合作 也很密切 那我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到马祖 那时候负责服选 对所以我对这个连江那边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他们有好的交流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双方能够在环保观光方面 这次的参访交流活动 基隆跟连江县的市政团队也特别针对都市城乡风貌 交通观光旅游与环境资源进行互动分享 尤其基隆长期是马祖的母港 不论在人流或物流方面互动相当频繁 透过治理经验的分享与交流 希望能大幅提升基隆与马祖市政的进步与成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